为期两天的第265次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会议在国家皇宫进行 刚上任的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今天首次出席 由选来的苏丹沙拉普丁殿下主持的第二天会议 会议讨论的事项就包括修改涉及公民权条文的2024年联邦宪法修正案 以及建议修改2023年警察法令等事宜 在国家皇宫进行的第265次马来统治者理事会会议 今天迈入第二天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今天首次出席这场 由选来俄苏丹沙拉普丁殿下主持的会议 马来统治者协同各州大臣出席会议 州元首则由首席部长陪同 长喜大臣丹斯里塞丹尼尔今天发文告指出 会议上所讨论的事项包括有关公民权的 2024年联邦宪法修正案 以及2023年警察法令修正案建议 其他讨论事项包括委任宣居委员会成员 和公共服务委员会成员 并讨论委任国家伊斯兰事务领事会主席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 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丹斯里 穆罕默阿多拉曼也分别针对国家安全及国防 作出汇报 另外苏丹沙拉夫丁也在会议上对 沙拉越前州元首敦太义马木的离世表示哀悼 出席马来统治者会议的还包括 登加罗苏丹米战赛纳阿比丁 吉打苏丹沙利胡丁 霹雳苏丹纳兹灾灵萨 斯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穆赫利兹 同时柔佛摄政王东姑伊斯迈 玻璃市摄政王端姑塞费祖丁 腾河王储东姑哈山纳伊布拉辛 以及吉兰丹王储东姑莫哈默法克利 也列席会议 与会者也包括槟城州元首敦阿莫福兹 马六甲州元首敦莫哈默阿里 及沙巴元首敦祖哈 而沙拉越元首敦望主乃迪 因出席敦太义马木的丧礼而未可出席 手下纳都斯里安华也出席了今天的会议 他在会议进行前 在场外进见了国家元首